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va, 我好惨 我买了一隻細價股,好想出貨 怎知抹價好闊,想好價少少走都不行 話時話,牛紅症,會不會都是這樣? 買賣差價一定有 但你要看買賣差價是窄還是寬 窄的時候,成本會低一點,風險低一點 如果買賣差價闊一點,就像你剛才所說 買細價股,買賣差價闊,走又難一點 風險亦會大一點 已經不太明白,有否例子可以告訴我? 是的,買賣差價要看發行人 最佳買入價和最佳買出價再衡量 讓我畫給你看看 例如我們現在畫一隻例子 例如A那隻,最佳買入價是發行人的價是7,8 最佳買出價是7,9 7,8和7,9相差是一個價位 我們就叫做一格的買賣差價 佔上牛症的價格大概1.3%左右 B那隻,其實條款是一模一樣的 但你看看發行人,最佳買入價同樣是7,8 大賣出價就在8,1 7,8和8,1中間就相差三格的買賣差價 我們叫做三個價位 即是如果你在8,1直買,直沽7,8 你就需要承擔三格買賣差價的一個成本 三格買賣差價佔上這隻牛症的百分比接近4% 你計一計,其實1.3和4相差都挺遠的 即是要恒指動多很多很多 才可以抵消到這4%的買賣差價 所以如果是一些短線買賣的投資者 如果買賣差價闊的話 他一買一買,他承擔的成本是否就大些 即是要證股動多些才可以抵消到它的買賣差價 所以如果是一個短線買賣的話 投資者都傾向選擇買賣差價窄些 更容易轉身的產品去投資 Eva,我見到你的例子 7,8和7,9相差一格買賣差價 一格其實是甚麼呢 沒錯,我們剛才說了 7,8和7,9相差是0.001 這個為之一個價位 一格的買賣差價 如果是另外一個 譬如說7,8和8,1 就是三格的買賣差價 你可以想像是 如果你做一個很頻繁的交易的時候 一格和三格的相差就會很大 即是要證股變化再多些 才可以抵消到這三格的買賣差價 所以買賣差價越闊的話 成本就會越高 變相投資回報有機會降低了 所以選擇身上最好選擇買賣差價窄些 越窄就越好 因為代表投資成本就會越低 現在暫時來說 市場上最窄的買賣差價 就叫做一格的買賣差價 是的,你說得對 欠一格買得多都欠很遠 剛才說欠三格 差不多有4%的差距 即是說抹價闊不闊 就好看法行人的質素了 沒錯,我們看看坊間來說 都有指標可以反映法行人的開價質素 下次告訴你吧 好的 ust 世界즈 kits小釣的 多油振滅 多油振滅 在台灣哦 GB水